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到二十二节 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所以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念从第十四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真心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寿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拔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急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焰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卖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半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喊我们祷告 我们的天父神 我们感谢你在奇事录里面 你对地方教会 要直接说些话 要我们听 要修改我们的这个行为 要悔改我们的罪恶 要专心来爱你 服侍你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求你 从你这个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 也可以光照我们 让我们也看出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 可以得益处 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就是介绍这个 对不起 我们开始介绍这个老底家的教会 我们就从这个也开始介绍 他们是三个大 可以说交通的路的一个查路口 结果变成一个银行 银行业的中心 他们的出产是黑色的羊毛 高品质的黑色羊毛 而他们也是有一个医疗的学校 他们的特产 那个医疗的学校的特产 是有一种炎药 名字是calerium 就是他们抑制人的炎病 我们也说到 它是有 那个银水的来源 不是很可靠 他们需要把他们的水 用那个罗马水道 从哥罗西那里来沿过 就是有一个文圈在那里 在山上的一个文圈 结果来到他们的这个银水 那个味道很强 也是没有 它的这个温度 也是温暖的 不好喝的水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些背景的事情 也跟他们自己的这个信息有关 所以我们介绍这个教会的特质 就是不冷不热之教会 不冷不热之教会 所以在这个第十四节 我们看到有耶稣基督自己所给予的一个身份 在十四节他说 你要写信给老李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心证实 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寿的说 这个阿门 这个字就可以同时说到 就是提到这个说话的人 跟他话语的品质是怎么样 那个说话的人 他自己是真实 而他所说的话也都是诚实可信的 这个也是要明白 就是对这个教会所说的话 也是强调 耶稣所说的应许 一定要成真 可是同时 他所警戒的一些责备 管教跟审判 也要应验 所以因为他说话是很诚实 人都要注意到 而听他所说的这些责备的话 而且这个也称他为 那个诚心真实见证的 那这个也是做一个对比 本教会的状况是不忠心 而他们对主的见证是假的 是假的 可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是诚实做他天赋 传他天赋信息的一个见证人 而他诚实完成这个见证 所以这也是在奇事录里面 我们常常会说到 耶稣基督自己是神所拆派的 那个先知的身份 就是他诚实说出神的话来 而给我们可以知道天赋神 跟他的旨意 那第三个就是 他是神创造的元寿 那个第十四节说 创造万物之上为元寿的 这些老底家人 他们是很 怎么讲 物质主义 就是他们是那个物质主义者 他们对他们很重要的是 他们自己有的一些东西 他们的财宝 他们的富有 这是他们会看重的 可是在这里 耶稣基督自己提醒这些老底家人 他们所爱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只有接着耶稣才被创造 而且这个耶稣为 这个创造万物的元寿 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权位 就是在万有之上的这个权位 所以对这个教会 而说话的这个信息 也是从这个身份而说话 那在第十五节 我们看到这个责备的话 十五节 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拔不得 你或冷或热 你挤入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突出去 七个教会中 有两个教会没有受责备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提醒 两个没有受责备的教会 哪两个 师妹呢 第二个呢 菲拉铁菲 那我们也是说到 有两个教会受责备 而完全没有受任何什么称赞 这两个是哪一个教会 你记得吗 萨迪的教会 他们是那死的教会 萨迪教会没有得称赞 第二个就是这个老迪家 老迪家也是没有受任何什么称赞 只有受责备 那有今天的这个 土耳机的这个城义 你今天可以到那个老迪家城 而那里有这个古代教会的 倒塌的很多石头还可以看 就是这个教会原来的位置还在 可是他们的教会就不见了 就是从那个地方 你就是望远的那个山亚 白色的山亚 就是有那个温泉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清楚看到那个 就是来到他们诚意的这个水源 就是每天会提醒这个教会的人 他们自己属灵的状况 就是他们自己属灵的状况是如何 就是耶稣用这个说法 你们不冷 不热 他们也会直接想到 他们城市所喝的这个饮水 也是不冷 也不热 你若是从一个地中挖出来的精子 把水拿上来 它会很凉快 可是你若是从原处的一个温泉 把那个水拿出来 它来到你的城市 它就变成不冷而不热 这个我也记得 我在学中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冷天 就是会有温水 就是喝温水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外国人的一个习惯 我们自己感觉喝温水很可恶 就让你想要吐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慢慢适应 才可以喝这个温水 所以就是从那个温泉涌出来 它是很热 可是它也是有那个 框石的重重的味道在它里面 所以那个温泉的水 就是有一个益处 就是有医疗的用途 人都是泡汤 认为这个对他们身体很好 可是对饮水来说 这个是不好喝的一个水 所以耶稣就对这个教会就说到 要从他的口中吐出去 这个教会让耶稣自己想吐 就是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 就是他们自己不知不觉 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三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冷 什么是冷 什么是热 什么是不冷不热 那我们就是从这个说法 耶稣的意思是有一些人 他们是冷的 就是属灵上他们是冷的人 就是他们远离神 而他们对神都没有任何什么兴趣 他们自己就是知道 我们不要神 我们自己不需要神 这个就是一个冷的人 那个热的人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自己是热心来认识神 追随他而要顺服他的旨意 这是两个积极的一些不同 可是在中间有这种 就是不冷不热 这个人是口头上会承认神 可是生命中会远离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人是在外表接近基督的人 可是心里远离他 这些人没有需要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种法利塞性的一个信仰 法利塞人耶稣常常会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外表接近神 可是心里远离他 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而耶稣也是受不了 而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虚假的生成 而完全没有任何什么 树林的真实的状态 那这些人也是没有分辨力 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如何 他们感觉我们还好 他们感觉我们没事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认识主 可是在这里耶稣也是跟他们说道 你们是不冷不热 要把你们吐出去 我们就看一个经文 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 这是耶稣对法利塞人所说的话 我们从三十九节开始 第九章三十九开始 耶稣说 我为神盼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不能看见的凡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塞人听见这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耶稣最严肃的一个责备 来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 这是第七个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的责备 是他们让他像吐 他们不冷不热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以为他们很富足 却是很贫穷 所以耶稣拒绝这个教会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需要的感觉 你可以看那个第十七节 你说 耶稣在这里就是表出来 他们自己的态度 他们自己的认为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不缺 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吃生的 我们也可以明白 从生进别的地方 富有跟热心 生成基督的一个身份 这两个事情 有时候不合乎 就是有一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一样没有感觉需要主 而他们也是属灵的生活 变成很冷的一个生活 我们也可以想到 耶稣有一次 有那个富足的宗教领导 来到他的根前 那那个人到底离开 没有信 耶稣得救 那个人是因为爱他的钱财 比爱耶稣更深 就是一种败偶像的罪 那这样的话 耶稣也是警戒 他自己的门徒 那依靠 富有的一些人 他们难以进入 神的国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自己认为 我们是很富有 他们就是有 可能他们的教堂 非常漂亮 他们自己就是 参加聚会 穿的衣服 很美丽 很宝贵 他们自己就是住房子 也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房子 他们可能有马车 有四个马 有大的一个 有金装的一些外表 在他们的马车上 他们自己是很富有 可是这些人就不认出来 自己属灵的需要 这个真可惜 所以这些人感觉 我们什么都不缺 这个什么都不缺 就是代表 他们自己属灵的态度 那若是有人真的感觉 什么都不缺 他们没办法得救 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们是难以带领信主 他们自己感觉 我道德上 我还好 我跟一般人差不多 就是这些人感觉 我没有做什么大坏事 我为什么需要住 我就是可以依靠我自己 有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就是要靠我自己 那这样的话 人是依靠自己 感觉没有需要什么 他们没办法 谦卑自己到神面前而得救 因为得救的根本 就是我们需要看清楚 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 我们是有罪的 而我们的罪要把我们带走 要把我们除灭 我们也没办法可以做任何什么事情 除掉我们的罪恶在神面前 那这种的一个状况 只有人承认 只有人承认 属灵的需要 才可以得救 所以 耶稣在这里就报告 就是因为他爱这些人 要他们明白真实的状况 耶稣直接跟他们说到 真实的状况如何 就是在那个第十七节中间 就是说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吃神的 那在属灵上 这些人是很贫苦的一个人 虽然在钱财 属油上 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一些人 人民 可是这些人很像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耶稣提到一个比喻 那个欲翁的财主 就是他自己感觉 他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有很多财宝集存 可是神说 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 那你怎么办 这个人外表很富足 可是灵魂很贫穷 这些人也是在世上 世上的财宝很富有 可是在天上的财宝 他们很贫穷 那耶稣也是提醒人 要在天上积攒财宝 就是那个穷不能要 贼不能投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见 这个教会中 可能大多数的人 不是真实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 这些人是原理神 外表上 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可是心里面 他们远离他 所以耶稣在十八节 就给他们一个全面 在十八节 耶稣用一些风刺 来对他们说话 我们已经看到 耶稣的风刺在 说你们不冷不热 就是像他们喝的水一样 而在十八节 耶稣用另外一种的风刺 说我劝你们 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那在这里 耶稣所说的 不是世上的金子 这是天上的财宝 耶稣在这里说 你要买这个金子 当然 这个不是钱 可以买到的一个金子 人用什么方法 可以买到属灵的富有 人买到这种的一个 属灵的富有 不是借着钱 是借着谦卑自己 悔改罪 相信神的方式 所以耶稣在这里 用这个风刺说 你们所需要的 是要悔改而相信 这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就是 火中炼金的金子 火炼的金子 这个说法也是代表 这是永存的一个富有 就是经过火 而炼金的一些金子 是可以存的一个金子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都要消掉 我们看到 有什么宝贵的房屋 有什么漂亮的车子 有什么存很多钱的银行 这些有一天 全部都要烧掉 所以我们若是要 用存的一个财宝 我们需要 从神那里而得到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 真实的这个财宝 那第二个也说到要 穿白衣 他说 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这个老里加成的出产是高品质的黑羊毛 他们是在古代的世界很有名为这个产品 可是 耶稣 全面他们 要从他得到一种白衣 而这个也不是世上的一个衣服 这是他所推荐 他们要 因性称义的一个白袍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个经 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 第五十 五十几 等一下 第六十四 对不起 第六十四章 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 我们从第五节开始 这是对神说的话 说这个你就是耶和华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 纪念你到的人 你怎发怒 我们仍犯罪 这情况已久 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都穿不洁 我们就像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回的衣服 我们都像椰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孕 我们的罪孕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 无人坟力抓住你 原来你颜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因罪孽 烧化 那在第六节就是我们所穿的衣服 像污回的衣服 那这个就是诗人真实的状况 他们都想要用自己的善意 推荐自己到神面前 而这是没办法的 有一些人是自意的人 他们感觉我还好 就是他们是不需要神的一些人 可是他们真实的状况 就是他们需要有神赐给他们 他自己的公益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鞋所来的公益 所以什么时候 他们的赤身录出来 就是大白色的宝座 在那时候 罪人在神面前 要赤身录体 在神面前受他的审判 而他们没有任何什么 为他们的罪可盖起来 他们的羞耻 在那个日子 所以在这里 耶稣是推荐他们 可以从他得到 他自己所赐的公益 接着重生得救 而因信称义的一个结果 那第三个圈面 他也是说到 又埋炎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这些人是属灵 杀了炎的人 而他们不知道 他们真实的状况 那这样的话 他们真的需要 有一种炎药 可以打开他们心眼 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炎药 耶稣也是用一些风刺 这个城市的一个出产 医疗的出产 是这个炎药 他说 这是你们自己 需要用的一个东西 你们自己感觉 我们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们确实瞎了眼 我们也可以知道 原来这也是保罗 他被耶稣基督 拆派传福音的目标 有耶稣向他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向他显现的时候 耶稣对保罗说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拍你做指示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求你脱离 百姓和外邦人的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圈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梦设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之业 那你记得 保罗在路上看到 耶稣的荣耀 有什么结果 就是他瞎了眼 这个就是代表 他自己以前 他以为他很聪明 来逼迫信耶稣的人 他事实上都是瞎了眼 那在这里 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人 也是说到 你们需要新年得开 才可以得救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现代台湾的 这个长老教会的状况 也有一点类似 这个状况 他们最大所关心的是 社会的一些重点 政治的一些重点 而且他们的教会 充满了很多没有认识主 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当然在这个 我说那个台湾长老会 还有一些信主的人 没错 可是在这个老李家的教会 我们看到这里 大多数的人是不信的 而他们的状况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教会 有什么结果 耶稣要从他的口中 把他们吐出去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第五 二十到二十二节 就是给得胜利的人的应许 这个教会 还有一些真实信主耶稣 不得救的人在里面 一些个人 一个小数 一个愚民 而耶稣也给他们 一个责备 第十九节 他说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那这里是对不信的 跟信的两样都说的 就是有那些信的人 他们也要悔改 而离弃 他们依靠自己 而要热心来服侍主 他们要变成热的 这个悔改 原文的字 这个悔改的字是 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所以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他们要发热 就是属灵上 他们要悔改 而归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这个得胜的人 也是有得应许 第二十节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我们要注意到 在这个 教会时代 结束的一个时段 耶稣基督跟教会的位置 是怎么位置 在这个经文里面 耶稣跟这个教会 站在什么位置 在门外 耶稣说 我站在门外口门 这个很可怜 耶稣从他自己的教会 被除外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 自己感觉 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耶稣在哪里 他们不需要他 他在外面 可是耶稣的活动 是什么 他就是在门外 口门 耶稣在这个 教会的时代 是施恩 联名 还待人 给人机会 悔改 可以信主得救 这也是彼得 后书三章九节 而说的话 那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很多声称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而耶稣没有被欢迎在里面 他是除外 所以耶稣就给个人一个应许 他说 若有人 而在这里所说的 若有人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 做习 所以这个做习的代表是 交通 来往 爱心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事情 耶稣所要的就是交流 耶稣所要的是交通 所以耶稣也是欢迎个人 可以来开门 让他进来 那我们常常跟儿童有一个 儿童的诗歌 一门 只有一门 只是有两面 我在里面 你在哪一面 那这个可以应用这个经文 可是他主要的一个对象 不是对人来信主得救 这是对教会要开门 让他进来 与他们来往 当然人是相信主耶稣 才是能够跟他交往 所以耶稣也说到有一个应许 他说 得圣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半 这个我的宝座 就是代表千世年 耶稣基督的宝座 就是耶稣来世 他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 而有所有相信他的人 要与他一同 正志在他的国里面 我们要与耶稣的宝座有份 所以这是我们也有这个盼望 我们是接待耶稣 我们是热心来服事 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 那个应许是我们也可以 与他的宝座一同有份 我们要参与他的这个 政治这个世界的权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就是老李家的时代 很多很多的教会 就是像这样把耶稣除外 可是有相信耶稣的人 他们要看守 保持他们衣服的洁净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不要羞耻在他面前 所以耶稣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息 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 直接有关 人的心没有改变 时代改变 科技改变 可是人心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给我们 在这个恩典时代 终结的一个时段 我们也看到 耶稣还是赐恩欢迎人 可以开门 而与他有交通来往 只接着谦卑悲悔改 相信得救 我们也要跟耶稣一同 做工作 传福音 欢迎罪人来到主面前 信主得救 所以我们 就是到这个三章 结束的这个地步 你可以拿出你的这个表来 我们就是预计 我们就是预计一下 要明白 下次我们 要怎么继续 所以这个全面的部分 有七个教会的信息 下一个部分 从四章一节 就开始预言的部分 可是我跟你们说 因为启示录的这个预言 都是从圣经各个地方 而出来的一些道理 特别是这个预言系的道理 都是从圣经各个地方而出来 那我们下礼拜 要可能几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我们要先讨论一个预言概观 就是全圣经的预言概观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圣经的这个预言体系 我们这样才能够好把握 这些预言部分的内容 启示录 为圣经中预言的定记 为预言的最高潮 那我们也需要很清楚明白 那已经在圣经前面的部分 所说到的预言 我们才能够把握 这个预言的部分 所以下礼拜 我们就会开始看到 那个预言的概观 你们可以期待 那我也鼓励你们 可能要用几个礼拜 再一次来念启示录 我们就是看这个概观之后 我们就继续要直接进入 那个预言的部分 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这个门开 就是约翰自己 就是看到天上的一项 听到神自己预言的一些事情 他就要我们可以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就到目前 祷告结束 我们的天父神 我们感谢你 你在你的话语里面 因为爱我们 也会直接对我们的罪恶来责备 你会把我们的不是 显出来 因为你爱我们 要我们 可以 得到你想要 浇灌在我们生命中 你最好的祝福 我求你给我们 一个谦卑的心 能够承认需要 愿你顺服 耶稣基督的权柄 跟随他 而服侍他 我们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来考虑到这些将来 要发生预言的事情 就可以得益处 我们也可以不羞耻 跟主耶稣基督见面 是封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